租車男到案承認辦火車銀趴 上週日遭立委葉怡經揭露的台鐵車廂一女大戰十八男姓艾趴戲碼 昨天出現爆炸性進展 警方證實承租客廳車廂的蔡姓男子前晚到鐵路警察局主動到案 坦承主辦情境遊戲並找來一名女子 在台鐵客廳車廂內模擬吃汗電車情節 但他僅承認撫摸女子在拿保險套滋味 否認有插入性行為 苹果昨天電話採訪銀趴秋團男 他語帶保留說媒體報導內容有出入 相關任容只願跟檢調單位講 他還認為公然猥褻很難入罪 就算違反社會資訊維護法及鐵路規章 索門也只拔300元 他呼籲參與性愛趴的會員尽速出面 讓愛子了結 鐵路警察局昨天表示 前天已派員前往車廂採診 只採其幾枚指紋 且大部分螢光反應皆為清潔劑並非體液 現場無明顯殘留物與可疑的激震 東新聞台北報導 好